長期有臺的美國聯邦眾議員表示 他會在下週提出防止臺灣遭侵略法案 以因應中共犯臺野心 若中共武力犯臺 法案將授權美國總統動用武力 這是繼臺灣防衛法草案後 再次提出針對臺灣強化軍事力量的法案 台灣學者宋學文也分析 在中共肺炎之後 美國啟動議程設定比以前上的更緊 朝向防止中共侵臺或用武力恫嚇東沙及南海 他認為中共在台海與南海 發生實質的軍事衝突可能性提高 而這次提出的法案 反映了美國必須採取更具體 更有時效性的法案 南海局勢升溫 日前美軍雙航母才在南海恢復演習 是本月第二次的大規模聯合演練 在六四三十一周年當天 美國軍艦已經是今年第七度 經過臺灣海峽嚇阻中共一味濃厚